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国环保酒店推行绿色计划 回馈大自然的馈赠 纯手工定制皮鞋步骤多达250个 做工精细 很多东西都是要用手工做 所以需要很well trained的cosman shoemaker 鞋匠用皮革和匠心 展现非凡足下风景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使用化学洗涤剂 但是洗涤剂大多数是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 其中的含磷量比较高 使用过的废水流入到江河湖泊 会引起水体负营养化 致使水中的藻类繁殖旺盛 造成鱼类以及其他的水生生物缺氧死亡 直至水质变坏甚至是变质发臭 这就是所谓的洗涤剂污染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其实完全可以自制 而且也不需要用一点点的化学剂 它们就不会污染环境了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一块去苏美岛的一间度假村看一看 在距离苏美岛通塞贝度假村五分钟车程 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植物园 里面种植了五六十种不同的植物 平常由三名园丁打理 它们不仅要种植这些植物 还要参与度假村的绿色计划 这项绿色计划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它们和专家合作研发 不用任何化学剂 只用园中的植物 就能让园丁们制作出各种日常用品 这类植物的果实因为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 所以可以用来制作清洁剂 将果实浸泡在黑糖水中 加上带有清香的卡菲尔酸橙 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就和市面上购买的清洁剂一样 三公斤的材料 这是水和糖糖 一公斤的毛鸟 三公斤的材料 我们把它放在水中 我女士,你必须要吃 嗯,OK 这些是必须的许多汽车 我们炒开了这个 后面炒开了一个月 我们有这个 将这些东西投入桶内 搅拌均匀之后盖上密封一个月 就成为了像这样的有效微生物 然后过滤出褐色液体 并结装入玻璃瓶内 每天客房清洁人员会将它倒入水管 用来去除废水中的油脂和异味 然后这些水被收集到集水池进行过滤 之后水就能循环使用来浇花和清洁等 这位清洁人员说 这种清洁剂虽然是植物做的 但是用起来效果很好 以前工作久了 眼睛会被化学清洁剂刺痛 手也容易均裂 不过现在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另外度假村的清香剂和蛆虫剂 也是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 小小的植物园就像是一个魔术厂一样 调整一下搭配就能出现出不同的产品 当然植物园本身也是有机运作的 因为它们所使用的肥料 也完全是自己生产的 天边亮起晨光 海浪轻浮沙滩 度假村迎来新的一天 工人扫起飘落的树叶继续发挥它们的价值 自住餐厅里 清新的水果拼盘唤醒住客的味蕾 可剩余的果皮果肉也不能随意丢弃 它们将被运萌有机植物园循环再利用 在东西我们有三个餐厅 一家店 每天我们有很多食材的食物 像是肉丝 肠肉丝 肥肉丝 我们已经用了 原丁将厨余和碎木蟹以及 落叶一层一层铺在化肥池里让它们自然堆熟 并且翻搅它们以及洒上水 要知道堆肥什么时候可以使用 抓一把感受一下温度 如果已经变冷 那么就已经完成化学反应可以使用了 每天生产的化肥足够整个植物园使用 供植物郁郁匆匆地生长着 目前园子里结出的香料果实提供给厨房使用 碟粉花被采摘下来 用作SPA装饰以及制成花茶 在这里没有什么会被浪费 每一个产物都有存在的价值 让这个有机循环持续下去 有机花园是度假村绿色计划的一部分 这项计划实施多年终于在近两年获得了其他岛上同类业者的注意 大家纷纷效仿这个绿色计划 共同来维护苏美岛的美丽 度假村的绿色计划总共分为五个部分 包括垃圾管理 能源管理 减低化学用剂 保护大自然 提高意识 要落实这项计划必须不分工种 不分阶层 鼓励每一个员工都动员起来 度假村也需要更多的人力 例如安排员工进行垃圾分类 尽管这些工作耗时费力 也得支付更高的成本 但是度假村认为 这才是可持续的经营之道 随着海岛环保意识的抬头 越来越多的个人或企业 关注到这个议题 细软的沙滩 碧蓝的大海 灿烂的阳光 以及一份悠闲的心情 这是海岛游最大的魅力 大自然赐给海岛业者 得天独厚的资源 业者明白这些资源 不能一次性消费 唯有从现在开始做起 只有减少污染 才能保护日益脆弱的环境 永续经营的概念 还延伸到了 适者的长眠之地 墓地 面对缺乏土地的香港 近年来就积极推动绿色冰藏 希望家属将逝者的骨灰 回归到大自然 这个跟传统观念 有所抵触的绿色冰藏 是否能够在香港顺利实施呢 这个九平方米的骨灰坎 摆放着八百多个骨灰瓣 这个地方是出租 让那些往生者家属 暂时安放骨灰瓣的空间 因为永久的骨灰坛位 极度抢手 他的骨灰都是拿了回来 暂存在这里 暂时是没有去路的 这名在等待骨灰坎位的退休教师 也在这里存放母亲的骨灰 当然啦 如果譬如 真的等不到的话 或者是将妈妈的骨灰 以这个撒灰的方式来处理 然而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大逆不道 因为中国传统讲究 让去世的亲人回归故里 故土为安 以便后代子孙可以祭祀 但是这对人口十分稠密的香港来说 确实奢望 考虑到人口迅速增长 政府在四十年前就鼓励香港居民 放弃土葬 转为火葬 如今火葬率达到百分之九十 尽管如此 骨灰坎位的数量难以满足需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计划在接下来几年增加建设骨灰塘 但这些计划都遭到设施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 人们担心清洁期间 祭祀的人常会造成交通拥堵 以及祭祀烧纸会导致空气污染 另外也有人担心 骨灰塘附近的房价下跌等原因而群其反对 因此有的家庭要等上六年才排上等候名单 而私人或非法的骨灰塘价格则非常昂贵 每个骨灰刊要一万三千到十六万新元 让人欠估 事实上 港府从2007年起就着手推广 绿色殡葬 力劝公众将亲人的骨灰撒在花园和大海 为了消除公众入土为安的观念 政府人员通过前往老儿院宣传回归自然的理念 同时政府架设了一个纪念网站以代替墓碑 网站设计有一个按钮 点按它就可以给去世的亲人供奉虚拟祭品 但是直到去年也只有三千五百多人这么做 我们并没有预测计计则 这个数字会增加 甚至我们做很多的竞争和推荐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为了 这些选择给人们的选择 纪念四者的方式很多 香港一家公司就提供 将侍者的骨灰制成宝石的服务 业者自己就将父亲的骨灰做成耳环项链 佩戴在身上 寄托对父亲的思念 感觉至今永远陪伴在侧 让往生者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 继中东难民朝 伊斯兰国组织威胁之后 中东又出问题了 这回是沙特和伊朗 借由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之死 闹得不可开交 一团乱的中东局势 接下来会如何演变 谁能终结各方利益国异的中东局面 稍后剖析 欢迎继续锁定世界一周 沙特阿拉伯在开年之际 处决什叶派教士尼米尔 让原本已经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 更难有凝日 沙特的这个举动激怒了 什叶派为主的伊朗 伊朗立即宣布同沙特断交 而沙特的亲密盟友 巴林和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 也是高调表态 要跟伊朗决裂势不两立 为什么这起事件 会引发连环的外交行动 而中东局势会因此而洗牌吗 我们一块去探讨 沙特阿拉伯进入2016年 就大动作以恐怖主义的罪名 处决47名犯人 包括一名知名的 什叶派教士尼米尔 什叶派掌政的伊朗和盟友 立即做出强烈谴责 伊朗警告 逊尼派为首的沙特政府 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事件爆发后 沙特驻伊朗德黑兰大使馆遭攻击 伊朗警方逮捕了40名滋事分子 沙特随后宣布同伊朗断交 下令伊朗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中东两股势力交恶 沙特的盟友选择支持同盟国 巴林和苏丹相继宣布同伊朗断交 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则是同伊朗下调了外交级别 跟着科威特也宣布召回 驻伊朗大使以示抗议 成为了第五个 同伊朗保持距离的中东国家 世界最大的两个产油国闹番 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双方克制 美国白宫其实对于沙特一意孤行 处死47名犯人颇有微词 尽管沙特曾经强调 不会因此而影响叙利亚问题的 谈判进程 不过分析家指出 伊朗支持阿萨德政权 沙特则是倾向于 把阿萨德拉下台 两国现在焦热 恐怕这个月底 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 叙利亚问题谈判 将无法取得成果 这次的中东危机 是因为沙特处决了 一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而引发的 究竟尼米尔是何方神圣 竟然引发两个中东大国 近30年来最严重的紧张关系 为何一个教士的死 会促使各国什叶派回教徒 上街抗议爆发大规模的示威冲突 这个让沙特和伊朗断交的人物 究竟有什么来头呢 我们一块去了解 沙特内政部在开年的第二天 对外宣布 当局已经处决了47名哄不嫌犯 当中包括了知名什叶派教士尼米尔 尼米尔被处死的消息传出之后 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各地爆发大规模式规浪潮 57岁的尼米尔是沙特什叶派的核心人物 过去20年来 敢怒敢言的尼米尔多次批评沙特政府 不公平对待境内少数的什叶派回教徒 他被视为是争取什叶派利益的代言人 尼米尔在2011年还策划阿拉伯之春运动 带领什叶派反抗逊尼派当权的沙特政府 成为中东民主运动的领袖 尽管尼米尔在沙特被视为眼中钉 但他在什叶派为主的伊朗 却是拥有英雄般的崇高地位 尼米尔同伊朗政府的关系密切 沙特政府在2012年以煽动骚乱为由逮捕尼米尔 并在两星期前将他处死 搅动了分崩离析的中东格局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一直以来都是宿敌 他们分别由逊尼派和什叶派掌权 两国之间的纠葛超过1400年 即使政治的 其实更大程度是宗教派别的斗争 沙特阿拉伯的人口有3000多万 其中什叶派只占了10% 90%是避尼派 拥有7800多万人口的伊朗则相反 什叶派人口高达90% 而逊尼派少过一成 在公元632年 因为回教先知穆罕默德去世 没有指定下一任继承者 而分裂成不同教派 在全球中 哪些国家是信奉逊尼 哪些国家是什叶派主导的呢 什叶派信仰国家 有伊朗 伊拉克 巴林 叙利亚和阿富汗等国 逊尼派占全球15亿回教徒中的85% 逊尼派回教徒分布在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也门 土耳其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和印尼 逊尼和什叶这两个教派在教义等观点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多年来冲突不断 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引发的外交风波越演越烈 伊朗短短两个星期连续失去了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五个邦交国 这相信是沙特和伊朗近30年来两国关系最糟糕的时刻 有分析指出这两个海湾大国的断交 就是中东版的美苏冷战 事实上这对苏迪的外交关系一直都是磕磕碰碰 重复着和好又骄恶的戏码 沙特和伊朗在1979年建交 在1987年沙特的回教圣地麦迦发生暴动 造成400多人丢命 当中大部分是伊朗朝圣者 这起震惊全球的血腥暴动让海湾局势骤然紧张 隔年1988年沙特和伊朗宣布断交 两国在1991年恢复绑交 过后沙特和伊朗的关系逐渐恢复 特别是温和派的伊朗前总统哈塔米上台后 两国关系进一步好转 2000年两国仍有政治交流 但沙特对于伊朗发展核武器和忧虑开始对立 在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 两国关系更为分裂 沙特支持叙利亚境内的逊尼派叛军 而伊朗则支持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 而阿拉伯之春也让沙伊两国再度杠上 因分别支持不同宗派而水火不容 长时间的对峙最后在沙特处死 阿拉伯之春的什叶派教士尼米尔 而引爆了这颗中东炸弹 长期的怨队与猜忌 迫使中东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撕破连 走上了对抗舞台 那为什么好端端的沙特会 突然拿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开刀 故意激怒军事强国伊朗呢 而沙特和伊朗的欲望相争 最终谁坐收了渔翁之力 这两大产油国的恶斗 又如何影响油价和全球市场 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尼米尔 怒火中烧的伊朗群众 围攻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后 所引发的外交风波 是伊朗始料不及的 不少媒体评论都认为 伊朗这回中了沙特所设下的圈套 让原本想要摆脱国际制裁 重新站上国际舞台的伊朗 再度性怒孤立 究竟为什么沙特要顶住冒犯 全球什叶派回教徒的危险 执意要跟伊朗撕破脸 最主要的原因是 亲密盟友美国跟伊朗日趋靠拢 这让沙特感到十分焦虑 特别是伊朗在去年7月 同西方列强六国 达成了历史性核问题协议 这对于跟伊朗 一直争夺霸权的沙特来说 如果解除制裁 伊朗的石油销售收入将扩大 进而提升资金实力 构成严重威胁 都想做中东老大的沙特和伊朗 持续恶斗 两国日益上升的敌意 让中东地区更为复杂 这使得通过和谈解决 叙利亚内战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 而沙特和伊朗两国之争的最大赢家 就是盘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 伊斯兰国组织 评论认为 伊斯兰国武装势力不断壮大 但是西方国家和中东地区 至今都无法形成一个 强而有力的联盟 对抗伊国组织 而伊国最大的噩梦 就是沙特和伊朗境内的 什叶派联手对付他们 而两国的恶斗 更削弱了打击这个恐怖组织的力量 让伊国暂时有喘气的空间 另外沙特和伊朗 这两大产油国断交 也让跌跌不休的油价备受关注 两国近乎破裂的关系 让同属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 更无望达成减产的协议 加大供应过剩的担忧 促使油价再度下滑 中东问题由来已久 背后也存在着西方的政治角力 让中东危机更加的复杂 对积极乐观的人而言 危机就是转机 因穷则变变则通 就拿婚礼大事来说吧 不一定要砸大钱 才能成就难忘的婚礼 待会儿去看一看 英国的准心人 在不花大钱的前提之下 让自己的婚礼充满个性 又有温情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中国电子商务热潮 日益炙热 现在就连农村的村民 也开始上网淘宝了 从家中所使用的电器 到农民用到的农耕器材 他们通通都是从互联网上订购的 并且觉得网购体验十分的新奇 穆敦岛是中国江苏省一个小岛 这里距离县城75公里 先走水路再转汽车 来回一趟需要四个多小时 交通不便成了村民购物的最大难题 一直到去年六月 农村淘宝服务站若户木敦岛 让村民不再购物难 不过农村科技落后 许多村民特别是年长人士 都不懂如何使用电脑 在居民田仙春的协助下 村民可以在大屏幕上浏览 订购商品 之后再到这里取货 我们买空调 我们造房子买空调 电视 买两个电视 在空调电话某 没去找都在里面买 都在给我买 都在帮我买 我们造一个房子 这边家具都在里面买 究竟农村淘宝和淘宝 有什么区别呢 农村淘宝是针对于农民 它对于农民的 有些商品的优惠力度 是比较大的 对于农民来说 价格是网道 还有它所有的上 在农村淘宝上 所有的商品 都是经过挑选的 田仙春说 他每天接货 30到150份订单 而周末订单更多 据统计 中国农村人口数量 占总人口数13亿的一半 因此面对城市用户增长饱和局面的电商 自然盯上了农村消费市场 中国两大电子商务巨头 阿里巴巴和京东 近年来更是砸下巨资 开始在各大农村布局 设立服务站 以抢占这庞大的潜在商机 有很多的商品 并不能满足的需要 不能满足一个是商品的丰富度 一个商品的质量 第二个价格比较高 所以说通过电商进农村 就可以让农民能享受到 跟城市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购物的优惠 和购物的一个体验 一般预计2016年 农村的电子商务规模 达到超过4600亿人民币 将等于1000亿新元的销售额 分析师认为 尽管农村电商潜力无限 但要站稳农村市场 必须建立完整的物流系统 另外运输费昂贵等原因 都是大型电商公司 拓展市场的一大挑战 电子商务利用 移动支付技术完成交易 过程中完全不使用现金 而北欧国家瑞典 全面发展电子支付 热情拥抱 不用现金消费的未来 那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瑞典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做了哪些准备 出门在外 少不了这些纸币和硬币 瑞典自1873年以来 就将瑞典克朗 列为指定货币 当局目前还不打算 做出什么改变 但改变的是 很多瑞典人的钱包 都已经不放钱了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教授 奥维森表示 瑞典很可能将成为 全球第一个 告别现金交易的国家 以前他总以为 这可能要等到 2030年左右才会发生 但是从过去两年的 发展趋势来看 告别现金 可能在未来十年内 甚至更早发生 现在市面上 现钞流通量越来越少 只有大约800亿瑞典克朗 相比六年前的 1060亿瑞典克朗 大幅下滑 现金交易量越来越少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是信用卡和行动支付的普及 据瑞典中央银行统计 1998年到2013年之间 信用卡付款增加了十倍 在同一时间 行动支付也跟着迅速崛起 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就能够完成转账的手续 这家位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 售卖寝具用品的专卖店 从2012年起 停止使用现金交易 店里张贴告示 说明店内不接受现金交易 商店的市场经理卡林说 他们的员工经常需要 工作到晚上七八点钟 然后再独自摸黑 从后门离开 如果店里有现金 反而会有风险 这名69岁的顾客不是很介意 他认为从安全角度出发 不使用现金交易是对的 但并不是所有年长者 都能够接受 不用现金支付的改变 瑞典国家退休机构主席 卢本松说 瑞典有一百万人 无法每天使用电脑 其中多数都是年长人士 尽管他们开办课程 帮助年长者 但仍然有很多人 跟不上现代科技的步伐 因此循序渐进很重要 以免造成两代人的冲突 也有专家认为 现金是国家的身份象征 如果没有了钞票或者硬币 连带也会带走 对国家的认同感 有人预测 再过十年 瑞典就全面进入到 无现金社会了 到时候到瑞典旅游 有钱是行不通的 要带的是信用卡和手机 收到钱 办婚礼许多人猛砸钱 办一场刻骨铭心的婚礼 不过在英国 则掀起个性化婚礼风潮 准心人和朋友 联手打造独特的婚礼 让婚礼散发着温馨的氛围 随着伦敦的结婚旺季来临 时尚秀和展览 纷纷推出最新款 又耀眼夺目的婚纱 身穿婚纱的模特 随着欢快的音乐舞动着 就好像传达着准新娘 即将步入礼堂的喜悦心情 不过今年的主打 并不是这一件件设计华丽的婚纱 而是准新娘们 新手打造属于自己的 个性化婚礼 从洗铁到现场布置 甚至是化妆造型 都有准新娘和好友们 一手包办 只需一把剪刀和一罐胶水 就能亲手制作 简单又看似高贵的玫瑰花 除此之外 准新娘还特地上手功课 为筹备婚礼做准备 许多准新娘也通过 网络教学以及出席展览会 学习化妆技巧 好在大喜之日 给自己画得美美的 相比以往婚礼上常见的香槟和葡萄酒 亲手调制一杯鸡尾酒 更能为婚礼增添一丝情趣 自己的婚礼自己做主 不再跟随千篇一律的方式 再讲究个性化的时代里 自己动手制造专属自己的独特 逐渐在英国形成一幅潮流 像这样简单的举办婚礼 不失隆重 最重要的是准新人 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感觉 完成终生大事 完全没有负担和疲累 有人说婚姻就像是一双鞋 最重要的是合脚 合脚的鞋不容易买到 就有人专门去定制 稍后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鞋匠如何制作出 舒服又有设计感的皮鞋 欢迎继续锁定世界一周 无论是白领人士还是时尚达人 鞋子可不只是穿在脚上方便行动的 拥有一双得体而制作精良的鞋子 绝对会让你的整体形象加分不少 而穿着舒服更是我们双脚唯一的诉求 如果想要选择一双宠爱自己脚的鞋 恐怕只有通过手工定制 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在本地唯一一间的欧式手工制鞋店 专门就为顾客制作出 精美别致的手工皮鞋 专业鞋将是如何施展魔力 制作出一双双的皮鞋呢 拥有多款漂亮昂贵的鞋子 并不是女性的专利 在西方历史里 男性贵族们对鞋子有着不同的要求 除了是保护脚的工具 也是他们用来炫耀自己的权利 与财富的象征 因此男鞋代表了一种身份和品味 其中手工定制的皮鞋属最高档 是舒适和品质的保证 在新加坡就有一间手工定制皮鞋店 专卖高档手工皮鞋 有着多样化的款式和颜色 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各种需求 这名35岁的年轻人梁振伟 便是这家店的老板 他和鞋子的渊源可追溯到6年前 读我的科系是室内设计 从来没有踏入过这个行业 从病因退伍后 我加入我的 Brother-in-law的 手工工程当了补学匠 当了六年左右 开始想要 学习怎么做手工自学 那就开始自己买了一些书本 在网上看一些课程 大概已经过了三年吧 三年四年后 然后我都过去 我决定了我要去 Chonali Apprentice Under Muscle Shoemaker 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这个公式 充满着理想 热忱和抱负的他 回到本地开启了这家店 一步一步实现他的梦想 要制作一双定制的皮鞋 要花上50个工时 首先要从了解顾客脚型 和他们的需求开始 画好设计 标明好尺寸后 就可以送到设计部 制作最初版的皮鞋样板 设计师将胶纸粘到鞋楦上 然后用铅笔描画 这是在做什么 我们做鞋之前 我们需要做一个pattern 就做一幅也是一样的 然后就从头到尾 就是放在一个chulass 然后画出来 把它撕出来 然后重新画在纸上面 原来这是在设计3D皮鞋蓝图 利用便宜胶纸粘在鞋楦上 画好后 再把画有设计图案的胶纸割下 转到另外一块比较厚的纸上 做出像这样的3D鞋子蓝图 完成设计之后 就将设计图交到工厂制作鞋面 裁缝师按照鞋子蓝图的图形 在皮革上割出鞋面所需的不同部分 随后缝好或粘合 就成了鞋面 郑伟凭着对制鞋的热忱 走出了小红点 到异乡布达佩斯 与当地鞋匠学习欧式制鞋技巧 并且将这门手艺带回了新加坡 成为了本地独一无二的 欧式手工鞋匠 除了不断精进这门手艺 他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年轻的新加坡人 现在他也招收了几名年轻学徒 希望他们把这个可贵的手工给发展下去 但是手工制鞋的过程非常繁杂 考验耐力和毅力 一双鞋从头到尾要花费50个工时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也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制作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了解 如何把鞋面和鞋底缝合在一起 把鞋楦放到皮革上 画出鞋楦的形状之后 便用机器将皮革割出来 这位小师傅是在做皮鞋内的固定鞋垫 可是这鞋垫硬邦邦的 怎么会合脚呢 那还不容易 将它五花大绑 就会乖乖听话了 小师傅将鞋垫钉在鞋楦上 之后便开始进行五花大绑的酷型 这是让硬鞋垫在捆绑的压力之下 形成鞋楦形状 更适合顾客的绞型 绑好之后要放置大约一天的时间 那鞋子因为它很讲究技术 很讲究那些很traditional的technics 这些技术其实在新加坡你是找不到的 也学不到 因为新加坡没有人在做 不过它在英国 在欧洲就蛮普遍 鞋垫成型之后 跟着就要将它松绑 再用专业割皮工具 将边缘多余的皮革切掉 形成完美的鞋垫形状 别以为切割鞋垫皮革看似很轻松 小师傅需要控制好力度 避免切割的太多 一旦没有掌握好 就要重复整个步骤 小师傅单是练习这一项步骤 就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自学是因为很复杂的工业 所以我们手工自学更复杂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不可以用机器代替 很多东西都是要用手工做 所以就需要很well trained的crossmen 鞋垫完成之后 鞋底的制作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然后就能够将鞋面和鞋底合并在一起 师傅先将先前缝制好的鞋面后部翻开 涂上胶水 然后放置一块皮革 这是为了让皮鞋后端看起来丰满一点 让外形上更好看 完成后就将鞋面放到鞋楦上 接下来可是关键步骤 师傅使尽力气 用制鞋钳子将周围的鞋面皮革拉到底部 并用钉子钉住 这个步骤是为了让鞋面皮革定型于鞋楦的形状 所以鞋面皮革必须拉得很紧 不然鞋面会出现褶皱 那样就不好看了 困难的部分是在 如果你拉得太慢的话 它的牛皮就会裂 然后会死 然后有时候死太多的话就拯救不了 然后整个鞋都要重做 然后就有一点困难 所以要练习 每天都要练习 定了形之后 先将前端原本用来固定鞋面的钉子取出来 然后再将鞋面扒开 再次粘上一层皮革 让鞋子前端看起来丰厚 好看一点 等这个部分的胶水烘干之后 将皮革磨平 然后再把剩下的鞋面皮革拉紧包裹鞋 鞋面拉好之后 跟着就要将鞋底和鞋面缝合在一起 在缝上鞋底之前 它们必须要手工缝上这个像花边一样的皮革 能够起到防水的作用 缝制皮条的工具也非常特别 除了针头很特别 这线上还涂有一层蜡 师傅缝的时候 要拉得够粒够快 才能够融化线上面的蜡 让它敷在皮革上面 看看小师傅咬紧牙根的表情 就知道这个任务并不简单 终于到了粘合鞋底的部分了 师傅将鞋底涂满胶水 再仔细将它们粘合 并不断地用狼头锤打粘好的鞋底 固定底面 鞋面和鞋底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关键了 有机器来帮忙 虽然大大减轻了鞋降的负担 但是很多的细节 还是必须要依靠师傅的经验和技术 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吃不了苦 但是这群跟着梁振伟学习制鞋的年轻人 却是从努力和坚持当中 找到了满足和快乐 将鞋底的皮革磨成对等的形状 虽然需要机器的协助 但仍旧必须依靠师傅的经验和技巧 缺衣不行 要确保皮鞋鞋面和鞋底牢固粘合 必须要用机器将它们缝起来 但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这是我们所谓的Hidden Channel Stitch 所以我的师傅是把那片东西拉起来后 在里面缝我们的外线 我缝好外线后 我们再把这片东西连回去 所以我们的外线在下面的底部是看不到的 这是比较复杂 比较多一个步骤 不过做出来我们的雪底会比较漂亮 最后就是上色和在鞋底刻出图案 磨亮之后就大功告成了 其实但是这些镜头 实在无法完完整整地呈现所有的细节 因为整个制鞋的过程非常繁杂 一共有大约250个步骤 这么耗时耗力的工作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镇伪对此如此执着呢 手工制学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行业 有很多历史 刚开始在新加坡做制学这样 是没有前途的 我自己的不要说外面的人怎么看 我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属 有些人都会跟我说 为什么你要去花这个钱花这个时间去外国学这个技能 回到新加坡可以赚吃吗 最重要新加坡就是这样 那当时我真的是没有想过说 回来要用这个技术 用这个技能来开这些公司来赚钱 当时真的是因为要提升自己的技能 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我要做 我就要一心一意做下去 做到真的不可以了才来打算 郑伟现在店铺里有几位学徒 之前我们看到的作协小师傅就是其中一位 今年才21岁的他 原先也从事与皮革有关的手工行业 在朋友的介绍之下 成为了郑伟的学徒 我在这里学了不只是学做闲 就学了很多患者和识患 这些功能我学到这里 是功能我可以带上来 后来的生活 刚开始的时候是蛮累的 刚才在外面看我 不是用那个机器 然后把那个皮就切出来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的师傅叫我切差不多七十个 我刚开始连拉那个东西也拉不了 因为它全都是靠手工 我觉得是值得了这种东西 晚上回到家一整天做了这种很吃力的工 也睡得蛮舒服的 他也表示虽然当制邪学徒辛苦 而且收入不多 但是他认为制邪这份单纯的快乐 让他无法离开 和以前大品牌受到无限追捧相比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那些少有人知道 但是品质不俗的手工制作 因为这些制作多了一份独一无二 也多了一份人情味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世界一周 那么下一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吧